费城聚焦 聚焦费城的大小事 各位来宾大家好 2022年10月23号下午 在费城东北区的军营工会 由宾州参议员Tina Tagliana 和宾州众议员Jair Salomon 共同组织了为民主党州长候选人 现任宾州检察总长George Shapiro的造势活动 会上 George Shapiro介绍了自己的政纲以及施政计划 得到了所有在场选民的积极响应 值得一提的是 在造势会上也出现了不少我们华裔的声音 George Shapiro也首次地接受了 华裔媒体非常聚焦的采访 您想对我们亚裔选民说些什么 我非常骄傲在这次选举中 身后可以有亚裔选民们支持着我 我对于那些过去近期伤害或者一个亚裔 群体犯罪的这些人和事件绝对是玲珑人 我们可以看到亚裔群体在 Shapiro行政方面 给亚裔华裔社区有什么承诺吗 在我的行政方面我一定和他们站在一起 同时我相信我们一定并肩同行共同进步 我还想对亚裔群体 以及在宾州不断扩大的亚裔群体们说 你们是我们选举中重要的力量 我们对你们积极地参与感到非常感激 我一定会非常真诚地获得你们的支持 而且我一定会让你们看到我言而有信 支持你们 看到有这么多华裔参加今天州长候选人的造试会 你有什么感受 我为我们的亚裔同胞们感到很骄傲 我们努力向大家展示着 我们是家人 无论你是亚洲人 拉丁裔还是黑人同胞们 我们是一家人 每一个人来自这里支持 Shapiro 我来到这里不仅代表着参议员Christina Tonio 我还代表着我的儿媳妇 她的名字是Susan Young 她是一名美亚洲人 她来自于韩国的首尔 我为她感到很骄傲 我为我儿子能选择她作为婚妻感到很自豪 同时我感到非常高兴 可以见到所有的美国的亚洲朋友相聚在这里 我真的发自耐心感到骄傲 我真的成为自己形容 Connor 你好 我给我感到一个月 inside ahh 那 到 你 怎么 看到